你看外边有什么 漂亮 太漂亮了 说心里话 你现在想什么 我想把她上衣脱了 流氓 这已经有了正常文的思维 后来呢 我脱她的鞋 脱她的袜子 再后来 我脱她的裤子 后来呢 脱她的裤衩 说什么 这个精神病专家叫顾名 人到中年的她有一个妻子和一个女儿 妻子叫谢玉婷今年43了 是个工程师 为了照顾孩子 已经变得牢牢叨叨 拉拉踏踏 没完没了 老公顾名背后经常用一个字来形容她 烦 说谢玉婷年轻时是个名副其实的女神 可年过40的她早就没了当年的神韵 顾名就不一样了 年轻时虽然长得不好看 但现在已经成为一名精神病医院的专家 可以说是事业有成 所谓男人41朵花 她的美女助手小安 就时不时的找机会接触顾名 虽然顾名没有太多想法 但也乐在其中 这天精神病院正在对精神病人进行病情检测 让每个病人进行表演 好看看他们的病情是否有所好转 轮到老王时 老王唱了一段京剧 表现得相当正常 顾名听完鼓掌庆祝 这代表老王的病情有所好转 顾名决定明天就让老王出院 而老王这种病例 在美国 23年才治愈好一例 为此顾名特意晚上邀请助手小安一起到饭店庆祝 并表示要在发表的论文上和小安共同署名 小安自然很开心 于是两人举备庆祝 就在此时一个摄影师为他们拍了一张照片 可以做个纪念 并收费30 可顾名却大方地给了她50 小安则抢过照片表示她要留作纪念 第二天 老王的老婆准备接老王出院 老王还调皮的和顾名他们开了个玩笑 如来佛说 我们医院墙底有一箱金子 他让我挖出来 拿到银行去换钱 买一辆奔驰车让我开着玩 这是几 哪有什么神仙 我跟你们闹着玩呢 哎呀 你这个死鬼 这会还开玩笑 我没事 临走时 顾名特意提醒她老婆 虽然老王出院了 但相比正常人来说还属于病态 比如说反应迟钝 遇事爱任私礼 千万别刺激她 这天 谢玉婷的常理贴出公告 凡是结婚18年以上的夫妻 工会奖励一条毛毯 可等谢玉婷到工会里毛毯时 管理人员说需要提供结婚证才能领取 虽然女儿已经13岁了 可管理员只认证不认其他的 于是谢玉婷就准备回家找结婚证 可这么多年了 压根不知道结婚证藏哪里 顾名劝老婆不就一条毛毯 就别浪费时间去找结婚证了 谢玉婷觉得这可是关系到夫妻名分的事 必须找到结婚证 看到爸妈吵架 女儿把顾名单独叫到房间 两人单独说话让谢玉婷更觉得名分很重要 不然连说话的资格都没有了 就这样两人找了一夜 等女儿一早要上学时 谢玉婷才被叫醒 没办法早饭是来不及做了 就只能让女儿到外面吃 顾名也来不及吃饭 于是向老婆要了一块钱早饭钱 并顺带把工资交给了老婆 白天谢玉婷找到退休的居委会大妈 问她如果两口子没有结婚证能行吗 大妈表示 没有结婚证就不受法律保护 如果丢了就必须补证 并告诉谢玉婷如何补证 意识到结婚证的重要性 谢玉婷更加卖力的找结婚证 连晚饭都没做 女儿只能用面包先垫肚子 而顾名刚进门没多久 她的助手小安就找上门来 有客人来了 谢玉婷只能暂时停止找结婚证 然后去炒菜做饭 小安看到满桌子的好菜 夸顾名真有福气 女儿表示这是母亲专门为父亲学的手艺 当小安听说顾名一家找不到结婚证 便这样说 谢玉婷听了这话总有些莫名其妙 而顾名倒是乐得很开心 送走小安后 谢玉婷凭借女人的直觉 感觉到了什么 睡觉时顾名想关灯睡觉 谢玉婷则询问 顾名知道这是送命题 无论怎么回答都没什么好结果 便只是笑笑没做回答 第二天是周末 女儿一早就被谢玉婷叫醒 让她早点做完作业 然后帮忙找结婚证 顾名自然也没办法逃脱 女儿好不容易等到的周末 就这样成为老妈的苦力 这两天女儿觉得自己的老妈 就像一个地主婆 整个就是一个白毛女里的黄世人她妈 这两天 她们把家里真是翻了个底朝天 谢玉婷连椅子腿都没放过 可就是找不到结婚证 女儿实在受不了 就和同学一起去办个假的结婚证 办假证的冯大爷也是厉害 只要钱到为什么证都能办好 看见没有 护照 身份证 毕业证 北大的博士证 联合国的委员状 看见没有 乱真 看逢大爷有如此技术 女儿就花了200块办了两本假结婚证 因为回家就要找结婚证 顾名就觉得回家特别压抑 于是故意说医院有事要晚点回家 其实她是到游戏厅放飞自我去了 想不到吧 我和老妈苦等着老爸回来 可她却跑到这种地方 玩疯了 等到顾名回到家后 女儿就开始实施她的计划 她假装在阳台的纸盒箱里找到了结婚证 可谢玉婷一看就知道是假的 结婚证是假的 妈那说的结婚证啊 上面有毛主席的像 现在毛主席哪去了 女儿哪里知道以前结婚有那么多种结婚证 不仅200块白花了 还让父母大吵了一架 谢玉婷以为是顾名用假证糊弄她 看到父亲委屈 女儿只好站出来说是自己做的 这才让两人没有继续吵下去 随后谢玉婷想到另一种找结婚证的方法 就是通过回忆 他们从拿结婚证那时候开始回忆 这一回忆就想起结婚那段时间 顾名对谢玉婷是十分爱护 可到现在 顾名早就没有甜言蜜语了 想着想着 谢玉婷突然脑子一热想到 既然找不到那就补办一张结婚证不就好了吗 于是第二天两人就到民政局补办去了 你们是我们是来办结婚证呢 恭喜两位老同志没开二度 我们没那么老了 对不起啊 你们先填张表我拿去 姓名 谢玉婷 年龄呢 四十三岁 先前是丧鸥 丧鸥 没有丧鸥 现在 那就是离异 离婚证呢 带离婚证干嘛呀 再婚就得要离婚证啊 这是规定啊 我们不是再婚 那你们是 初婚 我们结婚证丢了想补一个 那你们是在这领的证吗 不是 按规定 在哪领的在哪补 没想到补证只能到领证的地方去补 而他们当初是在乡下结婚的 没办法 他们只能回到老家去补证 可当初给他们办结婚证的人民公社早就解散了 并且三个乡已经合并成一个乡政府 他们结婚的档案根本找不到了 一家人只能失望的离开 回到医院 同时看顾名最近一段时间无精打采 就知道他后院起火了 于是他给顾名献祭 可到了晚上 顾名已经吃了一粒准备交作业的时候 谢玉婷在垃圾桶里发现了另一颗药丸 没想到老公的爱还要靠药来维持 原本温存的一刻 瞬间成了战火燎原 我就是想满足你 你满足还是我满足 有本事来真的 拿药打发人 你就是吃药了又怎么样 我应该怎么着 我要你真心实意的 我不是真的 我是假的 我一天从早忙到晚 我回到家里还得哄你 你到底让我怎么着啊 我吃点破药你还长脸了 我要你哄我啊 我是小狗啊 我是小猫啊 我是人 你从来都不把我当人 结婚这到底在哪啊 女儿也受够了这样无休止争吵的日子 便说道 你们别吵了 不想过了就离吧 这个家庭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危机 第二天顾名打电话回来表示当晚不回家了 谢玉婷就带着女儿到外面吃晚饭 吃饭时谢玉婷问女儿 如果我和你爸离婚 你会跟谁 女儿心里知道爸爸妈妈不可能离 最多也就是吵吵嘴闹一闹而已 嘴里虽然说现在离婚很正常 但心里还是不愿意爸妈离婚 另一边 小安对顾名展开公示 面对年轻漂亮又温柔体贴的小安 顾名的内心开始一点一点偏离 而顾名不知道的是 他的病人老王带着礼物来家里感谢 因为是他治好了他的精神病 但谢玉婷不知道老王不能受刺激 在闲聊时就聊到了结婚证 没有结婚证就没有法律保护 你再有福气都是假的 人说走就走 说散就散 我现在活到这岁数 我才活明白 老王一听结婚证这么重要 然后病情复发 回到家里就翻箱倒柜的找结婚证 找不着结婚证 老婆说了就走 一家说散就散 夫妻就没了 你看他是谁 日本鬼子 这下好了 顾名前妻的努力全白费了 而关于治疗好老王的论文也写不成 他很粗暴地将谢玉婷带到医院 让他看看老王的样子 之后两人便大吵了一架 我知道病人要到家里来啊 我又不是你徒弟 也不是你助手 我这该说什么不该说什么 再说了 说不定 这病人的病啊 你压根就没治好 你要干什么 我想看看他 这不行吧 谢玉婷也知道自己做错了 最后还是服软道歉让顾名回家 可一个滚子彻底伤了谢玉婷的心 滚 谢玉婷回到家干了一夜的活 流了一夜的泪 而待在单位的顾名被小安找到机会 伤心的顾名喝了太多酒 一不小心就出了轨 我昨天晚上干什么了 我喝了太多了 我真的没干什么 你昨天喝多了之后呢 好像一个小孩 好小好小的小孩 我还是听不懂 之后顾名照常每天给病人看病 也不回家 董事的女儿就点了一桌子的外卖 再谎称自己病了 让顾名回家看看 当晚一家人就像往常一样吃饭 吃完饭后 顾名和谢玉婷进行了一次交谈 此刻的他们已经没有了爱 只剩下怨恨 便决定离婚 聊完顾名当晚就回了医院 女儿知道父母真的要离婚后 就大病了一场 迷迷糊糊中嘟囔着 只要你们不离婚 咱们家就还在 可第二天 顾名和谢玉婷还是来到民政局准备离婚 但没有结婚证他们还是离不成 没结婚证是离不了婚的 我们离婚可是自愿的 那也不行 这是国家规定 你们先把结婚证去补了吧 怎么会是这样 合着我们没结过婚的 当然还有一个办法 那就是去法院 另一边女儿的病也好了 她觉得只要找到结婚证 父母就不会离婚了 于是她像着了魔一样疯狂地找寻结婚证 可是找了半天什么都找不到 心烦的她一拖鞋把父母的合影打碎 而结婚证就在合影的背后 她十分开心 这个家的幸福让她找回来了 可当她知道父母今天去离婚需要结婚证时 她就把结婚证给藏了起来 让他们永远离不了婚 随后女儿去找小安谈判 可站了两个小时 根本不知道怎么谈 于是听从同学的建议 女儿跑到广播站说出自己内心真实的情感 顾名听到广播后 找到女儿 女儿问顾名是不是有别的女人 顾名岔开话题 问起女儿最近的功课 看女儿不回答 便拿出工资 让女儿拿给妈妈 看到父亲变了 女儿接受不了 就一个人坐着火车到另一个城市打工 夫妻二人急坏了 后来向女儿同学打听到位置后 夫妻二人终于找到了女儿 而夫妻俩也没再提离婚的事 日子似乎又回到了从前 而那张结婚证也挂在了墙上 电影 谁说我不在乎 由一张丢失的结婚证引起的家庭风波 折射出大多数中国式婚姻的典型现状 故事夸张恶搞 但不乏照镜子般的真实剧情 看后哑然失笑 生活中很多东西说穿了就是一张纸 大家在乎的就是那张纸的象征意义 究其原因却是那张纸背后的故事 最后就是这部电影的演员阵容很强大 吕丽萍 冯果 王志文 江山 牛振华 傅彪 王静松 冯小刚等 看起来很是舒心 特别是李小萌小时候真萌啊